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被北方的蛮族打垮灭亡了 欧洲从此进入了中世纪 一千年的漫漫长夜开始了 而中国的秦汉文明在此时也遇到了大麻烦 因为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五湖十六国的混乱 还是大分裂大动荡的南北朝时代 当时中国的北方被一个少数民族占领着 这个民族叫鲜卑族 汉族会种地,但鲜卑族不会,便无法统治汉族 所以他们认为废除农田,恢复牧场,恢复到游牧文明 那就可以实现统治了 当时他们有两个策略 一个就是鹰派的策略 把汉族人全部杀光 而鸽派的策略是不要杀光 让汉族人成为奴隶,在那劳动 这是中华文明面临的危机时刻 但值得炎黄子孙永远万幸的是 在这个时候居然出现了一个极其优秀的女性 正是因为她的存在 才使得中华文明得以走向了健全平衡 并走向了雄气勃勃的强大和繁荣 她就是拥有汉族血缘的 北魏杰出女性政治家改革家 北魏文成帝拓跋逊的皇后 也是孝文帝拓跋红的嫡祖母 历史上对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北魏冯太后 实称文成文明太后 话说在西京列王后 中国的北方进入了五湖乱华的至暗时刻 然而在乌湖十六国中 也出现了一个汉族政权 那就是北燕 北燕的创始人冯拔很有意思 他绝对是历史上生儿子最多的君主 足有一百多个儿子 和西汉的中山竞王刘胜游的一比 然而不幸的是 他有一个可怕的弟弟 他的一百多个儿子 后来全都被他的弟弟冯宏给宰了 趁着北燕兄弟戏强闹着内乱 当时十六国中有一个由鲜卫人建立的北魏 就向北燕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并最终灭亡了北燕 当时北燕的开国君主冯拔这一脉 已经被自己的弟弟冯宏给绝了后 而冯宏有一个儿子叫冯朗 他在北燕灭亡后就投降了北魏 冯朗在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名气 但他有一个后来对中华文明做出了 极大贡献的女儿 就是我们开篇所讲的北魏冯太后 冯太后出生在北燕被灭国的六年之后 由于历史上并没有记录她的名字 我们姑且先称她为冯氏 冯氏的父亲冯朗在此时已经投降了北魏 并做了北魏的西城郡公 任甘肃天水和陕西长安二州的次使 但在冯氏出生后不久 他的家族再次遭遇到飞来的横祸 也许是北魏对身为北燕皇族后裔的冯朗心有疑虑 又或许是冯朗真的有什么不轨之举 总之冯氏的父亲冯朗不久就被朝廷下令诛杀了 冯氏因为是女孩按照惯例呢 被没入宫中成了一名卑微的婢女 当时冯氏的姑母 很受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的宠爱 是地位仅次于皇后的昭仪 姑母冯昭仪很疼爱孤苦又小的冯氏 于是在宫廷中多方照顾抚养冯氏 到了冯氏十二岁的时候 他已经出落的花容月貌楚楚动人了 这个时候北魏太武帝拓跋涛突然去世了 他的孙子拓跋逊继维 就是北魏文成帝 拓跋逊当时只有十三岁 也许是单纯因为冯氏的貌美 又或是冯氏姑母冯昭仪的运作 冯氏就被册封为了文成帝拓跋逊的贵人 由于冯氏天资聪慧 在家和姑母冯昭仪的悉心培养 他在宫中尊重皇太后善待宫人 所以上上下下的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由于冯氏打小就被伐墨在宫中 所以他熟悉宫廷里的一切 尤其是步步精心的宫廷斗争 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陪王半价的生活 并且凭借着聪慧和美貌 地位也节节攀升 到了公元455年 年近15岁的冯氏 就被文成帝拓跋逊立为了北魏的皇后 但是半军多年 他却并无子嗣 这或许是很多宫廷女人的不幸 但对于身处北魏的冯氏而言 他却因祸得福 因为当时的北魏为了防止外戚专权制定了 立子杀母的制度 所以在当时的北魏 如果那位嫔妃的儿子被立为了太子 那一刻也就是他与儿子的死别之始 公元456年 拓跋逊的长子 两岁的拓跋洪被立为了太子 按照惯例太子拓跋洪的生母李夫人被赐死 而冯氏则以皇后之尊寿命抚养幼小的皇太子拓跋洪 冯氏对皇太子拓跋洪示弱 祭出对待夫君文成帝也是百般体贴 他总是竭尽所能 为文成帝排解生活中的困扰和烦闷 两人的感情也是与日俱增 只是天不作美 公元465年5月11日 年仅26岁的文成帝拓跋逊 因病去世 留下正值青春年华的皇后冯氏 年仅25岁就成了寡妇 文成帝的去世让冯氏一时间悲痛欲绝 到了大桑的第三天 文成帝生前日常所用的御用物品 统统又在发灵前火化 当时冯氏太子宫女大臣齐聚在大殿之前 看着燃烧的火焰焚烧这些遗物 现场是枯成一片 冯氏泪眼朦胧的 望着先帝的遗物被一件件投入火中 当把那件龙袍投出的刹那 也许是悲痛到了极限 他嚎哭着奔下大殿 纵身就要奔入火中 所有的人几乎都被冯皇后的举动 静待了一时间大家都不知所措 还好有一位太监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眼疾手快 一把撤住冯氏的一脚 让冯氏摔倒在火堆的边缘 这才挽救了他的性命 冯氏殉情的一幕令所有人感动 也赢得了满朝文武的赞许 当十一岁的太子拓跋宏继位后 他遵冯氏为文明皇太后 就是我们历史上常说的北魏冯太后 县文帝拓跋宏年幼即位 当时由丞相以魂辅政 以魂大权独揽 根本没把小皇帝看在眼里 事无大小 都由他自己裁决 朝中大臣但凡又提出异议的 也都遭到了打击 他大师淫威先后杀死了尚书 杨宝年贾爱人等 一时间北魏的朝局是风雨飘摇 公元466年2月 对朝政局势了然于胸的冯太后 周密部署了收补乙魂镇压叛臣的计划 很快乙魂便被捕杀一灭三族 在此次的平定乙魂叛乱问定朝纲的过程中 冯太后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表现得淋漓尽致 紧接着他再露锋芒 宣布自己临朝称治掌控朝纲 以杜绝再次发生因为皇帝年幼而遭奸臣欺凌的事情 事实证明 临朝听证期间 冯太后依靠多年的宫中生活阅历和非凡的胆识与才干 迅速稳定了北魏动荡的朝政局面 公元467年8月 县文帝之子拓跋红出生 冯太后悉出望外 不久她决定停止临朝听证 放手让已经14岁的县文帝亲政 自己转而担当起培养皇孙拓跋红的责任 然而在县文帝亲政后 贬持了不少冯太后的宠臣 并试图重用对冯太后心有不满的人 以劫心腹 对此冯太后虽然心有不快 但并未发作 直到公元47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 极大的刺激了冯太后 她终于忍无可忍了 原来自文成帝去世后 年轻寡居的冯太后垂帘听证之余 难耐空为寂寞 加上北魏仍是少数民族政权 贞洁观念相对淡薄民风 也相对开放 所以大权在握的冯太后 便开始慵懒自貌俊美的男宠 其中最有名的是素未兼礼义 公不尚书李冲 吏不尚书王瑞 那这些人自由出入太后的寝宫 与太后是温存相伴啊 宪文帝对此十分不满 认为这是淫乱后宫 于是便找了个室友 杀了丽毅等人 冯太后对此十分生气 她觉得这是宪文帝 对自己权威的挑战 后来又因为宪文帝痴迷佛法 无心正事 冯太后终于忍无可忍 她利用自己的权威 逼迫宪文帝交出了皇位 尚未给自己不满五岁的儿子 图巴红 就是后来的北魏孝文帝 此时的冯太后一手 培植起属于自己的核心班底 使她的临朝称制取得了巨大成功 她整顿励志提倡清廉 提拔了一批能人 又颁布了军田制与新租调制 还广设学馆制定礼乐 她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钢铁手腕 迅速稳定了朝堂 还对北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 进行了大道阔斧的改革 尤其是她和自己的孙儿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使得中华文明走向了文化的融合 和雄气勃勃的繁荣强大 首先是废除鲜卑语 所有的官员都学汉族 其次不准再穿鲜卑服装 必须穿汉服 而且迁都 从他们原来的首都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 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地 实行军田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 再有 鲜卑族的贵族 努力和汉族通婚 造成血缘相通 大家不要小看 这几条规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果 这个成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 因为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时的中华文明 不但没有在混乱的分裂时期被消亡 反而更强大了 为什么更强大了 因为我们的诸子百家好是好 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斯文了 光有我们的诸子百家 能不能搞成一番伟大的文明事业 不可能 因为他们缺少生命力 缺少强悍的力量 这一点 鲜卑足其语了 他们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语言 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服装 他们丢不掉的是马背上的雄风 他们丢不掉的是天苍苍哑茫茫的英雄气概 这一点一旦加给我们的儒家学说 加给我们的诸子百家 中华就立刻强大无比 公元490年9月49岁的冯太后去世 世号文明太皇太后 九年之后 年近33岁的北魏孝文帝 也追随自己的祖母而去 然而正是通过冯太后和北魏孝文帝的努力 让中华文明在危机时刻 突然走向了健全平衡 走向了雄气勃勃的繁荣和强大 同时他克服了诸子百家的两个毛病 一个是没有执行力的斯文 第二个就是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封闭 但是公元5世纪在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 执政的时候 这两个毛病已经克服了 那这两个毛病克服以后 第三个优点又出来了 冯太后和北魏孝文帝不是主张通婚吗 主张通婚以后 造就了新一代身体强壮 受到良好教育的 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 所以一个伟大的朝代 马上就要来了 中华由此正迈向大唐 一个伟大的时代即将开始了 请大家注意 大唐之前的隋扬帝和大唐的唐太宗 他们的血缘有二分之一是鲜卑族血缘 到了武则天的老公唐高宗 他有四分之三是鲜卑族 所以正是因为冯太后英明的决策 把鲜卑的血液输入到一个伟大的民族 由此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而正是因为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的汉化改革 到了公元七世纪和八世纪的大唐 中华文明发挥的非常优秀 非常精彩 中华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文化 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了 四门起膝万国来 考修争袭尽贤财 眼若皇居而作故 穷千四溪悠哉 当我们吟诵着大诗人李白写下的明堂父 陶醉在大唐的盛世华章里时 一定不要忘记一千五百多年前 那个推动了汉化改革 挽救了中华文明于危机时刻的 叱咤风云 敢爱敢恨 敢作敢为的 北魏文明太后 冯太后 哥 我 感谢观看